一直以来杨文干的起兵造反 非常令人不解 他作为东宫曾经的护卫 对李建成一直忠心不二 怎么会在这个关键时刻 做出指太子于死地的行为呢 这个朝廷派以文影 去了解杨文干的事 看到那儿去看看虚实 就到那儿杨文干果然就谋反了 就起兵了 他起兵明显的是对太子不利 他不该起兵 只要起兵 那就是成了太子的事情 那可是他为什么又要起兵呢 这跟宇文影的状态应该有关 就是他到了杨文干的说了什么话 宇文影当时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些什么 在流传上来的历史资料中 没有任何记载提到过这一内容 而宇文影的最终结局也同样悬念从生 杨文干起兵后 作为皇帝使者的宇文影 却留在了叛军之中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被强行扣留 还是自愿留下 按照新唐书的记载 宇文影在杨文干兵败之后 最终被李渊下令处死 但在资质通鉴里处死宇文影的却变成了李世民 宇文影与杨文干的那番对话 也从此成为永远的秘密 史书没记载 那一定是他说了一些话 激起了杨文干的叛乱 那大概就是会说什么样的话 会激起杨文干的叛乱呢 我想杨文干和李建成的关系 应该是非常好的 或者是他曾经在东宫干过 他要效忠东宫的嘛 那你去带个话 让杨文干来把这个李建成救出来 那他去到那去说了 就说了这些话 杨文干听了以后就为了起兵了 他起兵的目的并不是要谋反 在流传下来的所有史料中 关于宇文影的记载 只有寥寥数语 我们甚至无从得知 他的出生年代 就是这样一个在史官笔下 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却有可能是杨文干起兵的 直接推动者 在他的身后 是否还隐藏了一个更大的阴谋呢 在新唐书 关于杨文干事件的记载中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宇文影者宇元吉厚善 故欲文干谋 从这段话的字面意思来看 宇文影似乎与李元吉关系密切 只是宇文影怂恿杨文干起兵的 其实是时任齐王的李元吉 这史书上也是有记载的 就是要加强李元吉的罪行 所以说李元吉有自己的计划 他就挑拨这俩兄弟俩的关系 最好让太子杀掉秦王 杀掉秦王以后 他再去杀掉太子 然后他就文朝胜券了 这是他的计划 史书也是这么写的 字军案什么都有这个写法 但是这个也很有可能 是后来的一种写法 就是因为这涉及到 一个一连串的动机问题 齐王李元吉 是李元三个嫡子当中 年纪最小的一个 由于脾气暴躁 自幼并不太得李元的宠爱 长期以来 李元吉一直都是 太子李建成政治上的同盟者 很难想象 这位不受父皇喜爱的皇子 会在李世民尚未被除掉的情况下 贸然陷害自己 最大的政治靠山李建成 因为以李元吉当时的政治实力 他显然是无法在皇位竞争中 单独对抗李世民的 如果只是宇文颖的幕后推手 另有他人 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就是说这件事情完了以后 处罚了三个人 其中两个人是东宫的官员 这没有问题 东宫的官员处罚 还有一个是李世民的官员 天策府的官员 就是为什么要处罚 这个天策府的官员 就是杜燕 这是非常蹊跷 因为杜燕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奸华的人 就是史料记载 就是说他当时是 本来他是想投靠李建成的 然后被房玄林发现了 房玄林就告诉当时的立部 就主管 等于是现在主管干部的 这个官员就跟他说 不要让他去李建成的 然后跟太宗说 你要把他收回来 为什么不愿意让他去李建成的 就因为杜燕这个尼多端 阳门干事件平息后 李渊莫名其妙地下令 流放了李世民的重要谋事 杜燕 临行前也许是为了弥补些什么 秦王李世民特意给了杜燕 一笔大大的赏赐 这笔赏赐是如此巨大 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对 李世民的动机产生怀疑 在《读言传》里写到 太宗知其非罪 就是秦王知其非罪 在他流放的时候 送了他三百两黄金 三百两黄金 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如果他不是立了特别大的功的话 唐太宗不会给他这么多的奖赏 等于是重赏了 从李世民受命出发 到他平定叛乱凯旋 这期间李渊的活动 在史料记载中 基本是一片空白 明明已经答应了 让李世民取代李建成太子之位 待叛乱平息后 却又毫无缘由的出尔反尔 可以想见 正是在李世民出征后的 这段时间里 有一些事情最终影响了李渊 使得这位任性真帅的皇帝 不得不改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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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乃受太子之名 这个事情的真相 应该是在唐太秦王前去镇压的时候 那在这个任志宫 大家才把这个情况搞清楚 太子是宿盔甲不假 但是没有盘乱的问题 那个所以总体上是冤枉了 秦王府看起来是没什么事情 其实背后是都是他们古道的 杜燕一定是参与了这个事情 所以包括东宫的人上告 这可能都是杜燕背后在做导演 朕素衣宽厚待人 那黄颜七上之徒 该不在此列 只等可还记得刘文静虎 以后究竟有无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以评判功臣的身份出现 杀掉有可能泄露天机的宇文影 最终得到父皇对自己太子之位的承诺 这个事情应该是秦王府发动的攻击 攻击性行动 其实就是希望把太子影像叛乱的这条路上去 太子在这里很可能是被冤枉的 被谁冤枉的 被李世民冤枉的 但是你虽然说被李世民冤枉的 可是呢 真实的证据可能也很难抓出来 从李渊的角度也很难抓出来 而且李世民带兵 平定 以后面干怕乱 这仍然是立了功的 所以最后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所以最后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你说去打击他 于心何忍呢 打击谁都是守心守备 守心守备 你这样想来想去 最后缔造的就是这两个人的冲突越来越激化 此时的李游戏目的冲突越来越激化了解冲突越了一段栏目 李渊的石座俑者 恰恰是这场危险游戏的 最大失败者 李渊 作为一位年过花家的父亲 李渊一定不想看到 自己的两个儿子 为了他身家的那把龙椅 而自相残杀 但他的儿子们 却未必能体会 自己父亲的苦心 随着包座上的父皇越来越老 皇子们对权力的争夺与渴望 也愈言愈立 阴谋与流续 即将笼罩在 这个帝国的上空